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三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上周政府出台了新的法规 进一步打击黑帮的势力 包括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黑帮的标志 赋予警察特别的权力 驱散黑帮聚会 以及剥夺黑帮成员的福利还有资产等等 那我们昨天其实也有报道过 黑帮成员批评了这个新法 说这些措施在70年代就见识过了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昨天还有一名黑帮大佬叫做Harry Tam 表示政府的打击黑帮计划是可笑的公关噱头 并且质疑政府的动机和效果 大家也可以从他的姓Tam以及他的样貌看出来他其实是一名华人 但是今早总理被问到Harry Tam的看法的时候 他说I don't care about Harry Tam my friend irrelevant 也就是我不在乎他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为什么一名黑帮大佬的意见会被认为和这个新法没有关系呢 看起来毛利人的权力要被进一步削弱了 新西兰政府将会在今天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准备废除毛利卫生局 不过这个做法其实实际上是绕过了怀唐一法庭的听证会 也就是一个根据怀唐一条约进行判决的法庭 所以这个举动也被毛利权益人士被视为不尊重 之前设立毛利卫生局是一种让毛利人有控制权的系统 当时的政府说这个额外的卫生系统是更符合毛利人的信仰和需要 然而这套额外设立的卫生系统也被一直批评浪费资源 效率低下 新政府是认为这一个机构是不必要的 不符合他们的竞选纲领 并且还透露做这个决定之前 其实没有和任何的毛利群体进行过咨询 总理Christopher Luxor也表示 政府只是在执行他的一百天计划 并且这也是符合新西兰人民的支持的立场的 这其实也是早前政府决定允许人民公投决定毛利选区是否存在之后 第二个比较重大的关乎毛利权益的决定 那看起来毛利人的权益是要被削弱了 这一位前国会难民议员的盗窃案又有新剧情了 在早前正式被指控三次盗窃之后 今天最新披露的案情指出 前绿党的议员Gloris Garman面临着第四项的盗窃指控 那之前Garman已经因为三起盗窃案被起诉 分别是在2023年12月21日和23日在Ponson比的两次盗窃 以及23年11月22日在惠灵顿的一次盗窃 那最新的指控是说他在去年12月22日在Newmarket偷走了389元的羊毛衫 那四次案件加起来涉案物品的总价值呢 已经超过了1300多元 而冬窗事发之后呢Garman是辞职了 并且随后表示他的工作压力影响到了他的心理健康 导致了他做出以自己性格不符的行为 他说他不是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但是他只是想要解释一下 经过医学的评估 他意识到自己不太好 想要逃离大城市的奥克兰居民 留意一下这两个城市哦 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哈尔米尔顿在2022至23年期间 以3.4%的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陶朗加 成为新西兰增加最快的城市 而陶朗加呢则是以2.5%排名第二 而同时呢多项的商业数据也显示哈尔米尔顿的潜力是巨大的 而哈尔米尔顿的市长Paul Southgate就表示呢 哈尔米尔顿的生活教育和工作机会都是非常好的 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和企业 但是呢也面临着住房的短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啊 那其实在2018到23年5年期间 陶朗加是每年平均2.6%的速度增长 位居全国第一 而哈尔米尔顿则是每年平均1.9%的速度增长 位居第二 而更多的人口代表更多的机会 大家考虑考虑哦 在2月26日 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宣布 即将在明天也就是28号 开始进行第四次的核污水排放 那自去年23年的8月至今 东电已经进行了三轮的核污水排放 那这些核污水来自于福岛第一核电站 累计的排放量到达了23,400吨 在2011年的3月11日 日本发生了九级大大地震 引发了超级海啸 那海啸加上地震 导致福岛的第一核电站 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泄漏 在2021年的4月13日 日本政府正式将核污染水过滤 并且稀释之后排入大海 那在日本政府决定启动 辅导核污染水排放计划之后呢 国际社会是予以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但是在去年的8月24日 日本不顾各国的强烈反对 开始了核污水的排放 那希望咱们之后吃到的海鲜 不会变异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三三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